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日中国男足在海口进行魔鬼式训练 经历了输给越南的谩骂与质疑 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全力以赴搬回国族荣誉 而李肖鹏也为此安排了90分钟的训练 也为了避免男足这次不再出现悬殊的比分输球 可万万没想到球员的反应如此大 没坚持两天,球员们纷纷深感疲惫,叫哭连天 这消息一传出,也让很多球迷表示不解 90分钟都难坚持,这还是国字号球队吗 那么90分钟男足到底做了什么训练 会让短短几天众多球员身心疲惫 这里圈个有用,李肖鹏 可能作为球迷的我们并不理解实际情况 也不理解为什么运动员会如此疲惫 甚至很多球迷表示 工地搬砖的工人都没这么脆弱 据了解在90分钟的训练里面 首先就是体能训练 4V4对抗,5V5对抗训练 技战术科目训练等 而每个项目的练习时间也只有十几分钟 平均间隔休息时间也有几分钟 这样算下来90分钟的训练也就70到75分钟左右 虽然国族的训练强度不大 但因为赛前和赛后没有休息时间 也让这帮工子哥觉得这样的训练就堪称是魔鬼训练 这样的情况也让球迷难以接受 很多人表示男足何时能出头 这样的状态还能进世界杯吗 而对比女足来讲 训练的时间更长 训练也更加刻苦 虽然训练肯定会吃一些苦 这是避免不了的 不过作为一名国字号球员 在这种情况下 男足应该更努力 让球迷看到奋发图强的一致 而目前国内已经开始降低薪资 有些球员因为降薪原因 无法偿还高额贷款和日常高消费 如今收入大幅度减少 男足的处境也十分困难 甚至还有球员因聚落不降薪 最终妻子提出了离婚 虽然16万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 但对于已经习惯高消费的球员和他们的妻子来说 可能只够一个包包的钱 而我们接下来面对的还有2023亚洲杯和2026世界杯 如果因此失去斗志 继续消遣的话必定会淘汰 只有付出努力的人才配有高薪 薪资和实力是成正比的 曾经2002年男足踢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如今20年之久 男足输给越南 彻底告别了卡塔尔世界杯 中国男足一代又一代 何时能够出头 重新崛起站在最高领奖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